大家好 今天的主角是這個 扭力板手 因為之前工作需要 可能會準備比較多 然後 有大有小 因爲因應棒數的問題 每個廠家每個廠牌 它的調整方式 甚至構造 都有一些差異存在 所以 我拿出來這樣是比較好 去解說它的差異在哪裏 然後 我們先以一般 一般我們看得到的扭力板手而言 好了 當然扭力板手 幾分頭幾分頭對應 什麼的套頭 是固定的 然後每家廠牌的差別 就是在於後面的調整 像 這一把的調整 它是必須往下壓 然後開始做調整 每一把的 像這邊是 這個每一家的廠牌都不太一樣 有公字有音質 然後 大致就是 先講每個廠牌的調整方式 像這一間就是往下壓 記得 扭力板手 不要沒事去撞到 然後像這個就比較 它是從後面調整 看到出來嗎 它是從後面做調整 放鬆以後 調整 調整完以後 調整到你要的棒數以後 鎖緊 有緊就好 然後下去鎖 然後 還有一種 像這一把 這把可以看到 因為這把用很久了 導致它磨損以後 從這個 這個螺絲被磨細了 螺絲就斷掉 當然這一把的準確度 因為 這是自己 塗法下去修 所以這一把的準確度 就 可能沒有那麼好 這一把就是 稠硬 一般講就是稠硬 只是鎖一個大概值而已 因為 我 我等一下會講到 這一把我確定 譬如說我這邊調一百磅 它這把可能只能鎖到九十 出頭一點點 它的誤差只是 它的誤差只是低於 你設定的標準值 所以我可以 譬如說我要鎖一百 我用這把下去鎖 我不用擔心會超過一百 因為 這種東西 真的很怕超過 怕不怕不夠 當然啦 如果你真的那種 比較精密度的東西 就一定要剛好 其實 扭力板手 基本上就幾個型態 大概像這一把 這一把 這一把 一般會比較少去碰到 這一把 有人說這一把是在教訓用的 就是 教驗 螺絲鎖上去的棒數 有沒有 到達 該有的棒數 這一把 這把就是 這把兩分頭 還是四分頭光 那個我都不是很懂 我只是 我只會用而已 好 這樣看得出來嗎 基本上 基本上大致原理都差不多 只是差別在於說 它的形式 然後還有一種 如果還有一種形式 如果可以的話 我在 上字幕的時候 我會順便把那錯片弄出去 它那個扭力板手很酷 它這邊 它很簡單 它也沒有調整 它就這邊一個表 它這邊就有一個 一個類似牌子的東西 上面就是刻度 然後 可能 架鎖嘛 架鎖 這邊 一邊是緊 一邊是鬆 就跟這個很像 然後 它 也沒有轉頭 它就變成說 它好像一根鋼筋而已 然後 你在轉施壓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在鎖緊 鎖緊在施壓的時候 是不是 如果是鋼筋會扭曲 它這個表就會跟著動 這個圖片會再找找看 然後 我今天PO這個 最重要的就是 扭力板手 它在使用上 必須注意的東西就是 當然 第一棒數這個 你們要看你鎖的目標物 它規定的棒數是多少 繼續做調整 然後調整方式會因為各家廠牌的不同 它的方式會不一樣 像我剛才有介紹 這個是壓的 壓住以後轉 然後另外這一把 這一把是放鬆以後轉 轉到以後再鎖緊 然後這一把是 你只要調整到以後放回去 它會自己卡住 就轉不動了 然後扭力板手在使用上 其實扭力板手說實在的話 除非是 我之前有一篇文裡面有講到 像以前我在做底盤的時候 當你螺絲真的 不是特殊車輛 不是特殊螺絲的時候 你可能 你這一把氣動板手的品質 你夠信任的話 你光在打 就大概知道有沒有緊 只是它那個緊度 你沒辦法以磅數下去換算出來 你不能說 我要打兩下就幾磅 沒有那麼準 只是 你當你 你 某個動作做久以後 你會有一個經驗值在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在鎖輪胎 鎖汽車輪胎 不管四顆螺絲 五顆螺絲 六顆螺絲 八顆螺絲都一樣 當螺絲 你鎖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在鎖的時候 你那個氣動板手打下去 你會聽到 它聲音會變 它後面聲音變 就是在代表它的緊度 這是經驗的彈 這不是絕對的 不要酸 然後我們再講回來扭力板手 扭力板手 在弄的時候 我是建議 可以的話 盡量一隻手扶著它 因為你套筒上去以後 稍微扶著 做固定而已 因為你有時候壓下去的時候 你在壓下去的時候 你在壓下去的時候 它可能這個面會往外滑 或往內滑 都有可能 如果你的套筒又不是品質 不是這麼好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個礦量戰 一個 一個阿索比 然後你可能在壓的時候 它會滑 歪掉 它平面會歪掉 你可能下去的時候 那個螺絲 那個外面那個套筒 那個六角那個形狀 就會去傷到 所以我建議在鎖的時候 如果 狀況許可下 空間許可下 這個手 稍微扶住就好 然後 往下壓 你不要拼使命壓 然後當你鎖到 你要的幫助的時候 然後 第一聲 第一聲就好了 不要再 有的人 我看過很多 師傅會 然後就 就 就確定 不要這樣子 因為這種扭力斑 層裡面是靠 一根彈簧 去做阻力 阻力調整的 然後 像在上我扭力斑 需要上扭力的 部件 在上的時候 建議 譬如說 我們單純以 汽車螺絲 輪胎螺絲來講 好了 輪胎螺絲 譬如說 原廠 它要求是100磅 我們第一次 我們第一下帶鎖的時候 四顆鎖對角 五顆也是鎖對角 然後 你就是 螺絲先稍微 用鎖緊以後 然後 以對角的先方式下去鎖 但是不是一次就鎖到100磅 而是可能 你先鎖個80 鎖完一輪 調整到90 再鎖完一輪 如果你還要再 再準確一點 它的 平均面要再更準確的話 你可以調到95 然後再來才是100 但是基本一般都是可能 8090就100了 就這樣鎖 這樣鎖緊就好了 重點就是 需要鎖棒速的螺絲 它不是一次就鎖到定位 而是必須分皮次的下去鎖 這樣才不會造成 它那個 硬力面 它的硬力會不同 這是 使用扭力扳手上 你需要注意的一個東西 然後 像有人說扭力扳手 它只適合鎖螺絲 它不適合拆螺絲 這點我是沒有研究 因為基本上 我沒有在拿扭力扳手拆螺絲 我都是拿來鎖螺絲而已 所以說 這點我就沒辦法去 說明 如果 如果可能覺得它夠醜用的話 你拿來拆螺絲 大不了拆會再買一把而已 然後 然後 扭力扳手 其實 扭力扳手最重要的就是 必須定期的送檢 送驗 它的 因為畢竟這種東西 久了一定會 一定會有誤差值存在 不管是機械式的 不管是電子式的 它一定會有誤差值存在 扭力扳手 其實它 按照 解說上 它就是 長度 這一點 這個中心點 到握拔的中心點 它這個長度 好像乘以施加的壓力 轉換出來就是它的扭 它的扭矩 大概是這樣子 我不是很懂 然後 所以重點是扭力扳手 如果真的要講究的話 它必須定期的送檢 因為 像我剛剛講到的 這一把 我只能確定 我調100磅 它鎖不到100磅 所以根本不用趴把螺絲鎖壞 然後定期送檢的用意就是說 你調100磅 如果結果它輸出 必須達到100 100磅 甚至更高 它才會 掉一聲 發出那個 大胃音 那螺絲可能就很容易受損 甚至就斷掉了 所以說 送檢驗 的用意是在這邊 確保它 不要超過 當然你送檢驗花錢 一定是要準確 所以 然後現在市面上有在賣 你在賣一個那種小顆的 有一種小顆的 那個可以裝在前面 它這個錢是電子式的 它也是 它可以換算就是你私家的扭力 它可以裝在一般的套頭板手上 幾輪板手上 然後那個的準確 我沒有使用過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也有人拿它來做校準 只是我覺得 這麼小一顆 校準上的正確性 嗯 我沒有使用過 所以我不敢講 但是我覺得可能使用 那個正確性上 還是有可能會有點誤差 因為畢竟這都是人做出來的東西 一定會有所謂的誤差值 然後像我剛才講的 扭力板手也有分機械式跟電子式 還有一種就單純的 像我剛才講的 像鋼筋那一種 那種 那種 那個也不算是機械式 它就是直接看那個 那跟鋼筋的彎曲程度 下去變成的 好 然後 扭力板手 我想一下 對 大概就這樣子 必須注重的是 保存 現在沒事 不要去敲到 然後 像我這把很久沒有用 這把就稍微卡住了 等一下稍微清一下 好 然後我扭力板手的使用 就是 廠盒 當然啦 如果自己在弄的話 你覺得 沒那麼趕時間 不管大小螺絲都給它上棒手 都沒關係 只是你會把自己反死而已 然後 我是建議比較 需要 使用扭力板手的 廠盒 就是 組裝比較精密 或者說 組裝必須 承受高壓力 像引擎的組裝 氣缸的組裝 多半都一定會使用到扭力板手 氣缸的組裝 然後 以汽車來講 汽機車來講 氣缸的組裝 然後 軸心 輪子軸心的組裝 跟龍頭那些 它必須 你鎖太緊 會導致它的作動不順暢 或者說 你一個平面螺絲太多 它必須要求一個平均值的時候 這種場合 才是扭力板手必須出動的時候 而不是說什麼大小螺絲全部拿來上 也可以 但是你只會把自己反死而已 所以說 扭力板手的使用上 還有一點 扭力板手使用完 以機械式的來講 使用完 就把它歸零 把它退掉 譬如說你剛剛上到100磅 你就 退 退到歸零 有人說退到最鬆啦 我是 基本上退到零就好 因為基本上零的話 它裡面那個彈環已經沒有受到壓縮 所以 應該是無所謂 這種 就是 就是退到歸零 然後這個也是 反正就退到歸零 我連 我這個在退 我連鎖都不鎖 然後 像剛剛那個指針式的 因為它 也沒有所謂的歸零 什麼東西 它就是很單純的 你去調整它的表 像這邊可以看到橘色的表 就是它的零 然後你藍色的針 你就是去看 你要調多少 這邊也是 牛頓米 跟 CM CM 什麼 忘記了 這種一般的比較少用 這種多半屬於 比較精密的小東西在使用吧 不會很少用 這個我是拿 之前在主機台用的 電子式的話 我會建議 會有一大段時間不使用的話 盡量把電池 拿掉 因為電子零件真的很怕那個電池肉液啊 導致裡面的 的基板什麼 去 修飾 然後 大概 扭力板手 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 拜拜